您好 歡迎收看3月7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為了迎接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在花蓮 縣政府7號上午特別在港天宮舉辦了開幕祈福儀式 縣長徐中衛和各局處首長 共同齊心向上昌祈求賽事可以圓滿順利 隨後縣府一群人也前往小巨蛋及網球場來會堪 希望可以提供選手最優質的賽事體驗 為了迎接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花蓮縣政府7號上午特別在花蓮港天宮 辦理了開幕祈福儀式 花蓮縣長徐中衛也在副縣長延新章 秘書長饒忠以及縣府各局處首長的陪同之下 眾人同心祈求賽事能夠圓滿順利 下圓的部分要往下 上圓不可以再降 隨後縣府一群人也接著前往小巨蛋及網球場會堪 針對軟硬體設施 動線 場管配置等等 和各個工作小組進行討論 希望能提供參賽選手最優質的賽事體驗 那3月9號即將會有四項球類的資格賽 軟硬網還有桌球以及木球在花蓮來舉行 那曾衛也跟我們的這個體育會 以及花蓮縣政府我們的球場的賽場的經理 都到各賽場的這個來看看整個設施設備的進度和狀況 那現在整個設備的進度和狀況也都如期如值來完成 那現在來看是第一個看看有沒有細部要再把動線做得更好 然後把標示牌弄得更清楚 然後讓來比賽的球員都能夠一目了然 而且有非常非常清晰的指示標誌 讓他們也非常的安心安定的來花蓮來比賽 111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即將在4月16號至21號 一連六天在華蓮盛大展開 花蓮縣政府積極爭取辦理全國性賽事 就是希望藉此行銷花蓮好山好水 並帶動觀光人潮 讓來自全國的參賽選手都能更加認識花蓮 感受在地熱情樸實的人情味 好 花蓮縣站不站 站 記者 許立晴 華蓮市報導 到達到